想問一下 王必勝執行長今天有傳出負面 消息 那想請問一下指揮中心這邊有去關心 一下執行長嗎 我們請那個跟執行長同事醫療應變組的 羅傅來說明 有關週刊爆料的部分 其實王必勝執行長 已經有自己本人對外說明 早上 陳時中指揮官在花博的行程 也有接受媒體 採訪有回應了 那在防疫工作部分 王必勝執行長是我們 醫療應變組副組長 他所負責的這個集中 檢疫所調度 以及如果有集中檢疫所當中的 個案確診之後的相關收治 安置等等 這些工作都如常 在進行 那我今天也有跟王必勝執行長 用電話聯繫過 那他的心情都相當的平穩 那他表示說還是會全力的把防疫工作做好 不會受到外界這些報導的影響 第二輪 阿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